近日,由中国演员刘一飞主演的迪士尼真人电影《木兰传说》,又曝光了一名辛卡斯,华裔演员李杰将加盟这部电影,饰演把派阵营中的一名战将禅于李杰,又名蒋森斯科特里,是出生在美国的华裔美国人第三代, 他从高中起就对表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进入大学后开始专门学习表演,李杰的电影《生涯》里,最让观众们熟悉的角色应该是李小龙,1993年,他在电影《李小龙传》中饰演这位传奇巨星,可以说还原度还是很高的。 此外,李杰还曾出演《沃虎藏龙》、《清明宝剑》、《第七子》、《降魔之战》等篇,李杰加盟真人版《花木兰》,一是因为他打喜过瘾,再来就是他现在的形象和动画版《花木兰》里的蝉语简直太像了,连网友们都忍不住感慨,简直是神还原了。 不得不佩服迪士尼的神教能力,迪士尼电影《木兰传说》,此前把光加入的演员还有李连杰、巩力、真子丹等,电影将于2020年3月27日被美供应。